谢谢我们赵伟 我请我们内政部徐国务 徐部长 针对松山分局 我在这边要再提醒一下 那天咨询完以后 我也没有想到说 事后这个故事的发展 会变得这么精彩 不过你 这整个事情 我会变得这么厉害 那个我后来 那个警政室跟 大陆西警察局跟我说的时候 我开始惹一条 哪有这个宗教官的 中论所的宣定 这个是犯罪犯法的 他当个警察 而且能够当到中论所所长 那是松山分局第一宿 所以说 我说怎么能够宗教官的宣定 你当作发生这个台移动 我觉得是宗 我觉得不是宗 我感觉是有够理破 有够理破 又理破得太厚销了 你知道吗 那个客人 实在太不应该了 你把它想想看 你什么 你讲出那个停电的理由 然后因为这样子 监视录影带不见了 我在看 会被消失掉 如果很正常 如果都没有 都是平淡无奇 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地方 他不会去把它洗掉 没错 所以会去洗掉 就一定里面有很离谱很离谱的文章在里面 好啦 有没有办法还原 还原啊 还原啊 全部都还原啊 还原了 他现在还原了 都还原了 三调的那个 因为他其他的都在 都三调的 三调的 有都还原吗 还原 三调已经还原了 他们现在给我的讯息是这样子 你有看过吗 没有啦 我没有看过 我的以后一定很离谱 我没有看过 因为 部长你这一定要去看 没有啦 现在是这样 还原以后都送到检察官那边 那变成一个侦查的一个问题 检察官已经都全部介入了 我现在去看这个的话 坚持一定要看 甚至我坚持他在这里的话 我也等于去 介入这一个侦查 这个侦查是检察官的職权 所以我委员报告 我没看 我觉得这个你要特别小心啦 这个社会大众对这种事情 一定是最讨厌的 这不应该 你没有办法很坦荡荡的让外界知道 大家就会觉得里面一定有文章 而且最主要的就是说 现在 你说讲说那是那个所长去把它给 把它给淹灭掉 我看讲这个理由搞不好 连外界都不相信 现在我有要求竞争处当年 包括 这个 督察组 包括政风都去查 你把握 又继续查 你把握 你把握真的把握真的给他收招而已 我现在 我现在不要去握这个 因为我站在主管的立场 来政部的理由我不要去握这个 这个 因为我现在握出来一讲出去 可能 人们会想说这是不是定调什么 那会很麻烦 但是我们尊重司法 该查怎么查就怎么查 该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这一件一定要误言误重 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看里面 有没有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我本集在这边也不预设立场 但是真的要查清楚 不要让外界觉得 我爆料到哪里 知道哪里 你们才调查到哪里 这到最后 本来 兄弟跑到警察局去 把警察局当成酒店这样砸 砸完你们录到以后 又走拍一看 就录影带又把他洗掉 好啦 那现在 这个 如果没有 让整个真相让社会大众知道的话 这稍微对警察的一个声誉 这很大伤害 对啦 没错 委员你说的政客 所以我也要求一定要 继续调查 这一件事 水落石出 不要开玩笑啦 来请次长和署长起来 来 我要来请教就是 说 那个 那个 次长 是 我们本来说 不记录农机的公共设施 我们常在说大工 是不是应该跟记录部分的分担的空间 那里的小工分开 这社会讨论了很久啦 那 我们一般来讲说 讲到这个就是讲说 是不是要分别计价的问题啦 你看看这个很趣 头上第一顿 回去你看看 社会在走 气牌要有 你看家庭都像这种的 但是你会觉得 有的很不合理的地方 管委会目前在使用 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属于大工啦 是 是 啊 这个管委里面 我一直想说管委会 他也不是每天在上班开会 你建商往往都是把销售的时候 把它美化成上面的月览室啦 交易厅啦 和那个消费者要买房子的人来 就是充满的想象 但是这一些其实都灌到我们房价里面去 这个哦 这次长 还是署长 应该想一下 其实也该做一个合理的规范 没错 这个我们正在 正在检讨当中 合理嘛 这样合理嘛 要讨论这么久 总算要有行动 那你说你新建的建筑物 有时候为了推销啊 往往会有各式各样的一个空间的一个空间啦 但是如果要去维护的话 很多都是还有管理费的问题啊 我举个例子来讲 你说台北市目前的大楼平均管理费一平 然后百二块 你用百二块来算 全壮四十平 公社三十五%来看 一国会缴四千八 其中的一千六百八十 你说三十五% 一六八零都在分摊公社的一个维护费用啦 开机如果说有输用还滑得来啦 那如果都只在逛这个门面吼 我觉得对有一些去当初去买到的 我现在没有什么道理呢 确实啦 确实 所以说这个问题都要减透啦 所以我是感觉这个吼 这个厨栋栋更漂亮的更好买的啦 但是像这个没有合理的规范 我觉得也不对啦 那既然是如此的话吼 我在想啦 这些吼 我们这些有时候没用到的设施啦 那维护费都祝福自己要去出钱啦 建设在收钱收拾之后就没去啦 他没在管理有没有必要啊 所以本事要讲的就是说 在土地登记规则上 关于车位跟登记的频数 其实舰上也都会耍一些小聪明啦 你像多数的频数车位 讲讲八到十平 那比较多 你这个部分其实都已经包含车位的本身大小 跟车道拨到的一个空间啊 很多的最后登记频数啊 不是落费 有的更少 都是更少 所以就很有可能 其实大 这次长跟你们也很清楚啊 销售公司就是把车道的面积 都灌到大工里面去啊 然后让整个全体的住户 不管你有没有开会 没有开会 大家要跟网址 是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这么多啊 我们讨论了这么久 行政部门也觉得这么很不公平 甚至也觉得 这个部分 Aber 我们必须 Ronaldo 你地下停車位跟平面的公設比這部份 你該去做一個分開的計算 對這些沒有購買車位的住戶才是公平的 這個次長 我們這次收可以做得好嗎 現在已經討論到很多了 應該要慢慢開始收斂 但是因為衍生出來的一些法律細節還要處理 所以說我們這處理好 我們就比較快來選擇 是啦 我看這個其實我從第八屆的時候 到現在第九 現在第十屆了 大家都在討論這個 討論到現在不進展 我相信在你任內 再輸定一下大家再討論一下 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會有成果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說 現在建築物無障礙設計的規範 大樓都設有無障礙的停車格 還是兩輛車裡面要符合法規的斜線的方式 或住戶可以用較高的車位的一個價格去購入 以備讓行動不便者或者嬰兒車的使用 但是呢 建商往往只有斜線下的車區 兩側的車位裡面差不多都用一般 差不多一般的車位大小去規範 現在我有在那裡看 你在那裡看 都不知道是有一個車太大 還是鞋子太過小尾 車款你把它看幾乎都是兩百公分 那你車子停進去 這些其實都有困難啦 那所以呢 何況是地下室的這些 何況還需要有下車的一個空間 所以常常會造成兩個車位之間車主的一個紛爭 對管委會來說 他也很頭痛 所以我的想法是說 我們建築法規 是不是應該與時拒進來修正 或是說在審查設計圖書的時候 就應該要求無障礙停車位那時候 空間就要做一個標準 是 各位委員報告 本來無障礙車位 它本來就有一個空間的標準 就像您剛剛所提到 那是一個下車區 但是可能它過程中把這個 下車區蓋這個停車格 本身那條 那條不一定要圍出來 就是說它是一個共用的狀態下 共用的狀態下 是不是一定要畫那條線 去讓它的車位看起來特別小 這我覺得這是可以商榷的 那這部分我們也可以來檢討看看 要明確化 我覺得 剛才問題之後就是解決問題 就是這樣嘛 權衡雙方的利益來看哪一個是比較合理 所以我的結論就是說 房價高漲這種年代 兩位都有幸有這個職務 可以去施展自己的一個報復 幫人民用合理的價格 跟需求平數過路住宅是 我覺得這是主管機關非常重要的一個責任 所以呢 我在這邊要求 就從我上面所提到的 我們內政部 我們營建署這個地方 應該去規範合理的公設筆 這次市長你如果要做了 然後用建築物核准的高低作為基準 不要建築在那裡公設筆 在那裡大作文章 這次市長要努力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中二議員